包抄田若有帶 但外圍的封倒出來了 沒錯 一開始的球可以看到田若 其實推進的速度非常的快 快攻機會 劉真這個球 Touchdown 這是林志杰的助攻 這一跳起來傳球是最容易發生失誤的 戴衛斯 戴衛給林志杰 林志杰帶一步跳投 雖然受到影響 但林志杰還把球給投進 投一投來跟裁判說我被犯規了 跟去年球飛不同的是 去年球飛日本是國家二隊來 今年是國家一隊來 林志杰帶一槍到中圍領域 看起來這個球野獸外圍有機會出手 但他還是選擇打進籃底下 田磊 再會給林志杰 林志杰 黃霞中 但外圍出手有了 翻翻 是不是要做到一個防守的一個動作 林志杰切入 結果要到了犯規 看起來他要替補的相對位置 看起來就是現在罰球的林志杰 有謝明洪 小謝這個 小蘋果這個歌 上次做到一個全場 比較侵略式的一個褒獎 我想這樣的方式可以去補置再做 戴衛斯在籃底下搶到位置了 這是Q 這場比賽 個人的第一個Fill Go 移動的情況之下 就做到一個跨步的動作 這確實是一個非法的一個阻擋 林志杰三分球 林志杰 陳志杰 再會給鄭文錦 再在那裡下去找代位置 要底線 林志杰在底線三分 It's good Back to back 三分球 現在中華隊反衝 戰前防守 天磊把球給敲掉 前面中華隊快攻就位 林志杰發動快攻 日本對這個比江島 甚至預判也判得非常成功 中華隊的比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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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從日本的陣容 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田沫 大概在 陳尾神 陳尾神再出來 林志杰 再做一個轉身 再交給田磊 外線 哦 田磊連拿六分 三個罰球 再加上這個Fill Go 田磊連拿六分 中華隊現在追上來了 緊負後日本一分 也使得日本對總教練 現在要喊出暫停 分中的比賽裡面 對雙馬來講 每一次的球權 都變得非常的重要 不管在進攻防守都一樣 林志杰 這球交給蔡文森 蔡文森 他已經閃過了 生出鬼木的 本土洋將跳了出來 這球交給曾文森 曾文森 黃一下之後 這個球出手 延長賽 依舊留在場上 來幫中華隊來加油 哎 抽到 林志杰 拿到球 中華隊有機會再延長賽 先得分 這球再交給了陳氏 西湖陳士杰得分 大衛斯出來要球 大衛給林志杰 對方守他也守得非常的嚴密 林志杰帶一步的跳投 球雖然投到籃框後面了 但殘犯抓的是 谷川孝敏的犯規 兩罰都罰進 進攻時間剩下不到7秒 球還是在林志杰手上 這球再交給曾文森 曾文森一個後揚 藍匡自家揚的彈進 田中這個球切進來 下手抓到對白球 可以敲到 林志杰這個地板球 交給蔡文森 蔡文森 閃過藍匡 也閃過防守球員 也閃過防守球員 林志杰這個地板球 關鍵時刻 本土洋將 跳得出來 中華隊84比82 取得兩分領先 空檔出現 沒進 中華隊拿到籃板 曾文森 也出來走 中華隊贏了 這贏得也有點幸運 沒有 這個球其實最後守得 非常的漂亮 日本隊這個三分球 沒進了 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中華隊在第一天的賽程 最後是以84比82 在延長賽的擊敗日本隊